警方在工地发现一具尸体 可没有想到的是 死者竟是警方全程通缉多日 却都没有落网的人口贩子 诡异的是 高空坠亡造成头部受到重击 眼睛的反射中枢被切断 因此死者应该是睁眼状态 可尸体被发现使眼睛却是闭着的 据此法医推断 尸体应该被人动过 所以这不是简单的坠楼案 而是一起坠楼杀人案 但警方并没有在案发现场 勘察到任何嫌疑人的痕迹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 沈亿却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通过拼凑现场残留的碎玻璃 技术部的同事发现 这些玻璃呈有一定的弧度 厚度则从边缘向中心逐步增加 因此推测这些碎玻璃 应该是来自于手表表盘 看着被复原的表盘照片 沈亿感觉似曾相识 突然他茅测顿开 这不就是成队那块手表的表盘吗 更加令沈亿怀疑的是 成队无缘无故突然请他到家里吃饭 而当沈亿提到找人帮他修表时 成队的姐姐却说找人修好了 虽然他帮成队打了掩护 但这种做法却是预盖泥掌 沈亿有些慌了 诸多迹象似乎都表明 成队就是坠楼杀人案的重大嫌疑人 首先今早发现尸体时 成队是最后一个到达现场的人 其次成队有黑眼圈 似乎昨晚干什么去 而且一整天都魂不守舍 案情分析时也不积极 更为关键的是 法医从案发现场的玻璃碎片中 提取到了一种不太常见的清洗剂 成中性且含有水辣成分 但是趁着成队去超市购物时 沈亿偷偷打开成队的后备箱 采集到了他使用的汽车清洗剂 结果经过法医检验 竟跟案发现场的清洗剂成分完全一致 而就在此时此刻 成队却支开技术部的同时 然后反锁技术部办公室的门 偷偷打开了监控视频 案发现场实在还没有建成的酒店 因此只有这一个监控被启用 成队仔细确认自己是否被拍到 结果却一无所获 什么都没有 奇怪的是 市里刑侦支队的陆队长 突然来到北江分局 声称要跟进坠楼杀人案的调查 而他仿佛就是冲着成队来的 就在这时法医又有了新发现 他们在死者的外套和鞋上发现了大量盐子 沈亿怀疑死者可能住在海边 成队听后表现得十分积极 立马调动警力沿着海边搜索 趁着成队去超市打听时 沈亿偷偷打开成队的行车记录仪 却发现记录早已被删除 而归来的成队却通知警队 他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 声称再过死者去过小渔村 于是警方又来到小渔村 在一间小屋子里 警方采集到了死者的生物样本 而挂在衣橱上的一张照片 却格外引起警方的注意 根据数据库信息比对 照片上的男子名叫周俊 可经过警方的排查 周俊的社会轨迹和死者并没有任何交集 而且调查周俊的行踪痕迹后 警方发现在案发时间段内 周俊一直在图书馆工作 并没有作案的时间 作案动机不明确 而且作案时间也没有 但成队却不顾反对坚持传唤周俊 这个决定引起了陆队长的不满 更为奇怪的是 在对周俊进行审讯时 成队一度情绪失控 声称周俊的体貌特征 跟坠楼杀人案的凶手完全相符 可警方并没有掌握这条线索 陆队长怀疑成队有所隐瞒 就在这时 技术部的小美经过两天的反复查看后 终于发现监控的左上脚印出了一个人 此人很可能就是嫌疑人 可视频清晰度太低 根本看不清人脸 于是警方缤纷两路展开行动 一方面将视频送去同城公司 利用软件增强视频的清晰度 另一方面 借助沈亿的画笔还原人脸 结果经过同城公司的软件增强 监控视频里的人脸被慢慢复原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沈亿根据监控画面 一点点画出嫌疑人的眉眼 她反反复复画了几遍 第一次她希望自己画错 因为画中的嫌疑人正是成队